任天堂前不久刚刚推出了Switch Lite 加上最早发售的旧版Switch 和最近刚刚推出的长续航版Switch 已经有三个型号了 所以今天我的任务就是 当一次Switch游戏机的柜台导购员 首先的首先 让我们忘了这款17年的老古董吧 新的长续航版Switch 和旧的官网售价是一样的 可以完全替代 虽然在淘宝上面旧版的Switch 可以便宜个两到三百块钱左右 但是这个小便宜 其实完全比不上新版 4.5到9小时的续航能力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长续航版叫做原版 来看一看原版Switch 和新版的Switch Lite 哪一个更值得入 Lite拿在手里的直觉就是很小很轻 相比较原版分辨率都是720p 整体尺寸小了一大圈 屏幕从6.2寸变成了5.5寸 也比原版轻了30%左右 可能比起手机都还要轻 所以出门在外的通勤时间 等待时间 午休时间 课间休息 随身带着Lite 真的很方便 机身现在是一个整体 没有一个单独的Joy-Con可以拆下来 这个改动呢 有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Lite拿在手里感觉非常实在 原版晚了一段时间 我就担心Joy-Con会不会掉下来 其次Lite不需要单独拆出来一个Joy-Con 所以它现在有了传统的十字键 手感相当舒适 而且A B X Y这四个功能键 也从原来的Joy-Con上面非常clicky的手感 变成了有一定渐程的软糯一点的感觉 我很喜欢 就算按久了手指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累 还有就是机身变矮了之后 就更加适合像我这样手小的女生 或者就是小朋友来 我自己体验下来觉得Switch上的很多游戏 UI是根据在电视上玩的尺寸设计的 字很小 在原版上看起来都非常费劲 更何况是Lite 只有当我玩像逆转裁判123这样的游戏的时候 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 除了外观Lite和普通Switch最大的区别就是 Lite不能接电视了 也就是说Switch Lite并不能够Switch 是一个单纯的掌机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我本人玩Switch的时候 也是喜欢用它的掌机模式 但不能接电视了 几乎就直接排出了很多游戏 像是Fitness Boxing Just Dance 还有马上要出的健身环大冒险 这样一定要用到Joycon的喜感游戏 或者是马里奥派对Switch123这种 需要多人同频的聚会游戏 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这个Lite 去买一堆Joycon 然后对着一个5.5寸的小屏幕做运动吧 没有吧 Lite还有一个改动 让我很费解 就是去掉了HD振动 Lite的扬声器也从正面移到了底部 声音稍微小了点 内部性能什么的Lite 和原版几乎是一样的 游戏表现和支持的游戏没有任何区别 关于Lite的续航 官方标注的是3-7小时 比旧Switch2.5-6小时的续航要长 但比新Switch4.5-9小时的续航还是短了很多 最后大家最关心的价格 原版SWitch是299美元 然后现在Lite呢是199美元 便宜了100美元 我看一下淘宝现在上面Lite的日版或者港版差不多也是1500人民币左右 要比官网的售价略高了一两百块钱 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再压一压的 哦对了 关于摇杆飘移的问题 有人拆机以后发现任天堂在摇杆下增加了一个设计 可能可以减少飘移发生的概率 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人发视频说已经碰到了Lite上面出现了摇杆飘移的情况 我自己的Switch是玩到大概三四百个小时左右出现摇杆飘移的情况的 但是喷一点清洗剂就好了 大不了就换个Joycon呗 可是这对于Lite来说就只能够整机更换了 Lite作为一个便宜的掌机版Switch 非常适合无法拥有客厅的学生党或者是小朋友 但最重要的决定还是电视模式和100美元加便携性的取舍 便宜又便携的NSL可以满足一个 想要省钱随时随地带出门 几乎不用电视玩游戏 不需要用游戏机做运动 不需要和朋友一起玩聚会游戏的人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需求 那么还是建议你购买原版咯 谢谢你非常多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